上個禮拜您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突然爆出說這個金正恩確實有生病的一個狀況 馬上全部的媒體都講說國安局長證實金正恩有病 您覺得身為一個國安局長政府單位的一個情報的一個會整機關 公開的指或是講出別國的領導人他生病這樣妥當嗎 因為委員在問醫師在問那我就總要有個答案那我用違樣有樣或者無樣 不管委員怎麼問嘛但是重點是說您掌握的情資還有是說公然的 因為您現在變成是全世界第一個國家機關證實北韓領導人有病的地位 以一個中華民國政府的情報單位的首長去公然的講各國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的身體狀況而且用有病這樣子您覺得妥當嗎 我今天不妥當的地方就是因為有委員問了以後我太直接了當答 所以我現在開始講委員如果認為任何問題 認為這個令會造成一個很大紛擾的話 那很簡單我不做答 是一個國家的情治單位去公然講別國的領導人他身體狀況這樣子妥當嗎 我不是公然講我是因為有人公然的問問題 你可以私下講你可以跟委員報告是說你們國安局不最喜歡這樣嗎 常常都說這是機密所以都講說委員這裡不方便說我私下到你辦公室講 你們不是很喜歡這樣嗎 那為什麼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你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 我沒有錯我怎麼錯 你現在還覺得你沒有錯 那我用違樣有樣 國家大家都在看我們中華民國的情報單位到目前為止都還認為 公開講別國領導人的身體狀況是沒有錯的 我可以這樣解釋嗎 我沒有講這樣沒有錯我會檢討 所以你現在開口你會檢討 我反省以後怎麼樣回答委員的問題 局長其實我很實在話講 我今天真的沒有打算要跟你那麼火爆 但是因為我覺得您的態度真的可以 本席已經一次兩次三次都要給你台階下 其實您今天就講是說確實這個我們講太快了 那這樣子的狀況是不妥的 下次你會改正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回答而造成可能國際社會有些誤會 你致歉 我覺得這樣子就好 但是如果您要持續用這樣的態度的話 我覺得你只會讓你自己的處境跟你這個台階越來越下不了 我沒有講是下不了下得了的問題 最後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以我們的情報單位因為現在大家也有講 在5月1號這邊 金正恩他也有這個相關的影片或是照片有流出來 那現在也有人講 有可能是不是真的金正恩啊 就我們的掌握的資料跟情報 請教您判斷這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準確度跟可能性有多高 你看你要我講那我就跟你講我私下跟你報告吧 好什麼時候要跟我報告 我會後我就可以跟你報告啊 好 所以我現在請講是說那這樣子可行性有多高 可確度有多高 不是我一樣私下報告嘛 好那那所以局長您這樣子的態度 我再請教本席最後一次再請教您 您覺得上個禮拜 身為中華民國的情報機關首長 公然講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身體狀況有任何的狀況 甚至用有病這樣的一個說法妥當嗎 我再次跟委員報告 我不是公然講其他國家的一個員首 所以委員有這樣公然的問我 委員有公然的問你 你有沒有公然講 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是我們的認知問題還是全部大家的認知都有問題 今天在這個地方不是公然嗎 後面的媒體不是啊 是公然 所以我也講過 那是公然那你剛剛 你剛剛講說不是公然 我會講過一個判斷啊 好 好請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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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邱局長 謝謝 謝謝 來請 應該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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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